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好 回来最后一节的啤梨漫步 好 这一节是讲鬼谷 是真的 the story about 鬼 真是鬼 好 第一个我们看一张照片 就是台湾这些玩意 台湾警方都呼吁大家不要去 年年都有这样的 有网民就铺了这张照片 就说 谁入住这间屋 就有日生达到港币2500元 那到底这间是什么屋呢 又说在第二个email里面的照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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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有没有 photo 13 其实呢 我说patch漏了 其实呢 是有人拍了一张照片出来 在台湾两家屋 那家屋前面就很破烂 有一张符 又有个十字架 喂 然后旁边还有些枯藤那些东西 就说 有人说标榜一日一万只新台币 现金出量 只要你留下联络方法来住一晚 就有这样的收入了 好了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说这些新闻 嗯 但每年都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 接着那些人打电话去呢 又是找不到人的 嗯 就是要玩东西 但是呢 其实很多网民呢 反而都是说 屌你老母 喂 是不是呀 快点快点 嗯 我住十晚你问两万五元港币 嗯 嗯 即是说真的 如果你问我呢 我现在在说呢 我老婆昨天我不要说 其实我觉得一件很奇怪的事 是的 其实呢 我妈妈呢 有一股味的 即是老人家的味道 我自己知道的 我其实呢 我没回忆 我昨晚才突然醒起 我从前晚开始呢 我闻到那股味的 接着呢 昨晚又闻到 连续三晚都闻到 接着我就问了 喂 你们能不能闻到 阿嬷的那股味呢 因为我儿子就回来 嗯 他说我闻不到啊 我是闻得很浓郁 我说难道 难道阿嬷回来 然后老婆说 哎 别说啊 接着我就说 你怕什么呢 因为阿嬷又不想不怕自己 嗯 嗯 我 我不知道 但是那股味是很浓的 那我就是那股味 我当然熟悉那股味 嗯 嗯 那你是不是呢 我不知道 反而呢 今天呢 这是我们的货来的 大家都喜欢听的 地产妹岭野善简宝 之一 我一直就收买这些东西 好 因为今天没什么要说 难道真的说 吵吵吵大战吗 这个地产妹呢 我不认识的 不是我的地产同事 是她 传给我的 嗯 嗯 她之前呢 应该都是 somewhere 发表过 我觉得 咱俩哥 康正 各位网友好 听过咱俩晚报这么久 都是时候回报一下各位 说这么像潘绍聪那些 鬼故的人开头的 以下事件 都是发生在我本人身上的 信也好 不信也好 大家当故事看下 话说 我都入了行 七八年 家里也是做这些行的 离产 所以好理所当然 我都是做这些行 入行那年 很小 18岁 可能都 现在二十五岁 愚愚愚 什么都不懂 妈子说 哎 都是要被人教的 于是乎 我就入了这间公司 是 同区另一个屋院 在山上的 而我妈呢 就在山中间 比较出名的私人屋院 就是说她妈呢 不是叫她进去的 妈妈做那间 是另外一间 被人教 OK 出名什么呀 我妈妈那间 那个屋院 出名是炒家区 也都有几件 好军动的事发生过 至于是什么事 以后我会再说下去 我入了这间公司 新开的店铺做开放牛 全公司得我一个是全职 其余 还有一个翻三点 收八点半 收八点的伴皇亲 同日和两个日入翻阵 就闪了的老板和老板弟弟 可怜的我 回到九点半 收工 夜到无極限 即是说 去上班的时候 两个老板和老板弟弟 回到一番 闪了 阿妹 看着 然后一个翻三 收八点的伴皇亲 第一件事 是发生在 一个落雨天 那天 阴阴沉沉沉的 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抱着一只猫 入了来 说要找租 那时我刚刚入行 半个月都未够 心想要赚钱 在那时 楼市这么疯狂的时候 今年二十七八年前 都疯狂 七八年前 OK 个个经纪 只是忙买买 根本都没心思 人家搞租 没眼望我眼 结果 个个都看着我 唯有我上 即是那些 伴皇亲 老弟弟弟弟弟 小姐你好 本身有没有看开这区 大概找多少钱租 多少人住 我一个女孩 我本身住在什么中心 她们说搬上来会便宜一点 我就上来看看 其实她没有说到 个女孩的声音是这样的 OK 小姐你都要明白 这里和下面不同 流动性不高 主要都是用家多的 所以可以选择的不多 现在我给你看看 办事了 有两个盘 一个在楼上 就在楼上 一个就要去到三期了 废话说完 我就拿着两条锁匙 给她看看环境 第一个单位 要上平台过对面 因为第三期 一直走的时候 我发觉那个女孩 抱着那只猫的眼神 不是很友善 如果你的猫的眼神 不是很友善 好像会撲过来这样 说真的 大家知道 第一个盘通常都是用尼趁 要sell那个单位 让客户有些对比 可以快点打取 盘是新放的 我都没看过 一进屋 有点点残 够装修 没什么特别 有些臭味 见她都没什么兴趣 那就对了 马上去看我们的target盘 都ok了 不如我们看第二间 那间是公司楼上的 又有近巴士站 又有餐厅 又有supermarket 装修都不错的 那说真的 如果是这样 老实说 这些是很正常的 一定是看 就是兜的大轮 然后最后看target盘 其实呢 不要说卖楼 卖什么都是 一度跟她聊天 各位网友 聊天聊闲天的时候 你聊什么聊天呢 去看看她究竟需要什么 你就去盘算 最后那只拿出来就要中了 我没什么所谓的 最重要是我的猫ok 就可以了 然后她看着 是不是阿妹猪 那只猫 这样 听完我即时无本一动 可能我本身没有养宠物 不是这么理解 那些爱猫人士的心态 看着那三十几岁 但是已经有些老太女人 看着那只猫 好像看着情人那样 我觉得有一些 有点疼过 其实阿妹的时候 还是你也有这样觉得 现在就很平常 真的好疼的 沿路吹吹水 知道女人原来没拍拖 家人住港岛区 那只猫是在街上收拾的 养了五六年了 见她微飞飞舞感 不停说那只猫多有灵性 多乖 我都不再说了 下山三千次 终于就到了 那只猫在十六楼 由我第一天入行到现在 放了两个礼拜 我看了 不下十次 因为没办法 就中不了 OK 一出车位 向左走 层楼有八个单位 左边有四个 右边有四个 好了 那我都看了十次 很熟 一转弯 哇 我吓得即时叹起 昨天来看都不是这样的 不是吧 原来A单位门口 左右 放了两支 很长的白蜡烛 真奇怪 在我放红的白蜡烛 然后中间 就放了一张 开了的轮椅 六十五度 那样斜斜地向着我们 我们刚刚转进去 我感觉就好像有人坐在那边 看着我 可能当时我的心想多了 但整个画面真的很诡异 当堂窒窒窒 其实是诡异的 你没有违议到 一转进去 看到 这个门口 take a seat 斜斜地看着 你转进去的那边 中间有两个白蜡烛 那谁人都觉得诡异 因为画面那么诡异 我 binding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 原来可能是有头七 或者先人过身 其实 Friends 那时候我们先人过身 也会说 谁知道蜡烛在家 因為那一陣子剛好是七月節,看到門半掩,就以為可能屋裏面有人留在外面,而那一對蠟燭是造節用的,正當我呆了那一剎,我突然看到我眼尾有一小團黑影閃過,而那團黑影比我還快,向著B單位不停把牙舞抓, 那團黑影是甚麼呢?就是那個女人的貓,它動物的性質比人類強,我理解到,但是它為何不是向著A單位,即是A單位頭七,或者是有蠟燭,而向著B單位呢,那隻貓是全身的毛瘦起了,尾也瘦起了,即是那隻,很惡啊,而在我百思不得期間的時候,我發現我忘了,其實我們的客人,X小姐就站在我後面, 那隻貓好像很不情願地看著X小姐,喵了一聲,喵,就慢慢走回到X小姐那裡,其實呢,真是奇怪,通常那些貓呢,即是如果我們看這個故事,它發現了一些東西,它真的沒有那麼順暢,它都還沒玩完, 好了,但是它的聲音呢,它那個LSN呢,就把它拉回現實裡面,不過思想仍然很亂啊,一方面我跟我自己說,喂,我是經紀,我要鎮靜一點,我帶著別人來,我不可以爭底的,7月節而已,另一方面,我又有毛巴拉在那裡想,喂,我每天都來看,最少一次, 啊,終於有個實客啦,你為什麼這樣想法我啊,明租都不讓我開,OK,好了, 好了,為了令自己失辭情緒,我萬三百開門,OK,咳了聲,然後跟X小姐說,小姐,不用擔心,其實我們看的是C單位, A單位,就這樣啦,B單位,就是貓向,看C單位,旁邊來的,這層樓,沒有事情發生過的,剛好做,7月節而已, 阿妹主這樣說,阿妹這樣說,這個地產妹,X小姐聽完之後呢,用一個很有心意的笑容,拍了我一下手臂,就說, 其實新老病死,人知常情美,如果是自然的話,我又沒什麼所謂,即是說自然死也沒什麼所謂, 那一刻,我很疑惑這個笑容,不過既然客人都說,沒有所謂,那我有什麼所謂呢, 全程他好像同波一樣,周圍走,周圍看,即是入到B單位, 都不用我怎樣銷售,他就好像已經很滿意,說要到公司談談, 在最後,他還問他貓,你喜歡不喜歡這裡, 那貓竟然向著他吵咬咬咬咬咬咬, 而一落到公司,他就好像玩便面那樣,很嚴肅的問我, 阿Mi,這個地產妹,你肯定我曾經沒發生過事嗎, 由於我真是不知道 我真是沒有經驗 也不知道什麼投策 那一刻我真的很尷尬 這個女生問我 我不是做投策的家人 是隔離的那間 而且是B單位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說什麼好 她又好像很不在乎 叫我只是查B單位 我真的有印象好像真的沒有事 上次我看過空閘網 都不覺得有這一座 不過她這樣說 我就儘管查公司網 有沒有說 不查柔子可 一查原來真的 幾年前有個鴨伯 在B單位被人放血死了 其實就算有空閘網 你自己一定要查 你真是不夠經驗 被人放血死了 正正是死在B單位 Fuck 為什麽我平時不做多些功課 只是被人點天天在那裏 update 剛剛被雷劈 左鑊又劈多鑊 在我自我問候的時候 X小姐已經發覺我樣子不太拖 走苦中吹見家翁 最多你不租 於是乎我一樣能跟她說 你不能騙人 死就死了 X小姐 Sorry 原來真的發生過 下山山才不說 當我說完以為她發爛債 誰知她沒有 嗯 這樣說吧 我呢 就覺得平心不足 虧心事 我不是很害怕的 裝修又多好 就是那些子彈是你明白的 那個單位我相信沒什麼人肯租了 你跟我業主說 她減一千元我立即租 佣金方面 你有沒有折給我 哇 讓你過 當時我立即覺得眼前這個X小姐漂亮了很多 心底善良 人善貌美 善解人意到這樣 趕快跟她搞手續 叫媽媽媽 就是她媽媽 幫經理給她一個折頭 斬叉燒 今晚下班 煮飯家送 這件事就說到這裡結束了 屌你了 喂 哪有靈異爺啊 這件事也為我日後的凶宅之旅埋下了伏線 不知道是否關事呢 但是往後那幾年 我真的和凶宅很有緣 這次不算是真正見到 之後我會繼續說這些感覺 慢慢再說 真是見到真正的凶宅 匡政 讓你再見 正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聽這些 寫實一點的故事 但是這件事 其實我有十八個課 但是我一直都不幫 但是她要哄她 繼續給我 但她又不說 她好像給得慢了 阿咪 我暫時說她的真名 你繼續給我 如果大家 其實她從那時候 在這個 全都花園製造 現在呢 接著她後來呢 又去了這個 麗 嘟花園 即是那一區的 大家應該知道我講哪裏 OK 後來又做過華嘟山莊 其實葵宗泉灣呢 她都熟的 嘩 很多東西 她做樓 她不是做村 都很多 很多鬼故 她有些聽回來 有些自己經歷 OK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好 明天再見 拜拜